各位早上,来到1月9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博威环球资产管理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聂sir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聂sir 是,早上Irene 我见到美股昨晚反复回稳 科技股做好纳指反弹 超过2%的肯指 其实都升过过8点 今天我们有什么焦点要留意呢 留意到昨天来说,港股是偏远的 似乎跟中席集团财务上的问题有关 待会会谈谈 另外也会看看港股在未来的走向 会是跟随外围的表现做好 还是会是继续叉下去 在部署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谈谈 好了,大家有什么国别股票而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借91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明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的美股表现 受到重磅股波音的负面消息影响 道指星期一一度下跌 低开之后曾经跌超过200点 期后低位又追捧 三大指数已贴近全日的高位收市 道指星216点报37683点 标指星66点报4763点 纳指星319点报14843点 英伟达NVIDIA股价爆发 升超过6%去到记录新高 据报NVIDIA计划今年第二季起 量产一款为中国设计的AI晶片 以符合美国出口规定 至于波音 因为上星期五有客机发生机门脱落事故 股价亦急跌8% 而供应双势必须更加插水近1.1% 看看个别的其他焦点美股 苹果MR头大式装置Vision Pro 今个月19日开始接受预定 苹果股价升2.4% 亚马逊升2.7% Meta升近2% Tesla升大约1% 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艾里、美团都被本港收市价 升大约1% 腾讯只宣布290.86元 美团只宣布74.98元 百度比港股升1.8元 京东指的微升0.1元 网易轻微偏远 汇丰ADR强势升穿64元 比港股收市价高3.2% 只宣布64.68元 有帮升0.8元 比亚马逊升超过1% 今早上外围的即市市况 先看看美股期货的情况 道指期货 现在看道指期货 现在在偏远 45点 7888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大致跟着昨天美股的升势 日本股市 假期后复市升1.7% 日景平均指数33,953点 升576点 南韩市升幅 接近0.8% 澳洲市升1.1% 新西兰市升幅 北京市升幅都要求1% 因为以及恒指黑期的表现 也可以靠稳 星期69点 我们先和聂长谈谈谈外围的最新的情况 当然市场一直在看联储局启动减息时机是什么时候 之前很兴奋 觉得会很早 所以事实很强 然后年头回来又说好像不是 数据好像挺好 经济数据 但现在暂时对于是否3月开始减息 启动时机仍然有分歧 昨晚看到美债息暂时退守了四厘关 美国的科技股急升上 三大指数都会升 近日的调整究竟差不多未来 美股可否调整完又恢复升势 还是还是一个上落市格局呢 上年年底道指曾经一度上过38,000点流上 接着1月稍微有一些调整 其实现在也在接近37,900点水平 变成了差距不是太大 暂时回调的幅度也未必是太大 可能就算再跌也好 倾向上都是300-500.1个下调空间不算是很多 我对应3万多点的基数的状况 但近日去看时 似乎倾向多资金流入美股 所以如果今个星期最终导致可以去到38,000点之上去收市 我相信1月份来说 表现也是倾向做好 虽然可能减息方面 少少消息面 倾向上已经消化了状况 但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相对上 表现也挺好 这个会支持美汇的表现 也是利好股市 所以暂时来说1月份 我觉得利好的机会仍然会比较大 但是可能踏入2月过后 才会比较大一点的调整 这个方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确实市况的情况 未来的数据也会继续出 联储的官员看到也有些发言 大家都看确实 港股方面多了其他内地的因素影响 看看昨天港股表现 之后继续跟聂长讲港股又怎样看 昨天看到大市高开低走 恒指高开46点后走势向下 下午之后曾经跌最多390点 低位16144点 恒指跌310点 收报16224点 成根压844亿 麦科指跌3% 报3414点 创超过13个月低位 腾讯亚里跌超过1% 美团跌近5% 京东小米跌近4% 车股收额小鹏跌超过7% 汇丰亦市靠稳升0.6% 中海游升0.7% 看北水盘路 马北水录得今年来首次的正流出 昨天走资大约14亿3千万 而资金继续流入高息股 中海游录得5亿2千万的正流入 中电讯和中移动分别吸资1亿2千万和1亿1千万 正流出方面 腾讯和中芯国际分别走资6亿4千万和2亿7千万 美团和小鹏也走资超过2亿 继续跟聂长谈谈谈 开2024年回来五年跌 昨天恒指大阴热向下考研万六关 20天线和短期上升贵都失守了 暂时走势是否仍然弱呢 即使昨晚美股好像也挺强 有机会今天不知道会否跟回彈 但整体走势又怎样看呢 其实美股12月以来的走势都相当不错 12月初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对于今年一个减息的憧憬 但在外卫路上升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港股在12月的表现初头不错 但到12月下旬的时候就有一个转跌状况 最终那个收市位其实跟11月下旬都相差非常少 即近乎没有升 所以上年8月以来的时候 恒指一直是一个偏弱的状况 并没有因为外围有些时间有一个消息面利好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的带动在 所以我想投资者的关注港股的时候 都是倾向看自身的一些消息面的状况 事实上来说近期都没有什么利好消息 作为一个加持的状况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 上年大概接近圣诞的时间 就是网络游戏有个意见稿 你跌一跌 然后到12月底的时候就出了制造业的PMI 又是不是很漂亮 不但是比市场的预期差 亦是距离50个孤零分界市 即是好像越走越远的状况 所以你变成了今年开局的时候 就一个不一样的 你再配合昨天又有中籍集团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想在短期的焦点去看的时候 可能会落到你今个星期五 内地公布的CPI 如果那个CPI稍微有些惊喜 可能会带动港股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但是去看其实过去两个月 都是出现一个负数的状况 市场解决是通熟 这个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上年来说 内地的气候没有什么很冷的状况 即是冬天也不是很冷 变成了食品供应是充裕的 食品价格会下跌 另一个方面 亦都见到油价是一个偏远的状况 所以导致之前那两个月 公布的CPI的时候 都是出现一个负数的状况 如果走着这两个因素来看的时候 特别留意到12月 国际油价都会再下跌 所以我相信未来 星期五公布的CPI 就继续负数的机会也是比较大 只不过到底会不会 比11月的公布值稍微好些 那个负数稍微有些收窄 我想这个方面就会留意 如果有这个趋势在的时候 对于港股稍微有一个 少少利好的作用 我想今天和明天 主要关注恒指可不可以 继续守着16200点之上 来收市 如果可以的话 倾向上可以上网少少 去到16500这些水平